欢迎来到邢校班金大城市 我是Ivan 那这堂课程为各位介绍 怎么样去制作我们自己想要的客制化选单 好 那在这个我的手机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自己做出了一个 我自己的客制化选单 而且这个选单的内容 可以看到这个编排的模式 很像我们前面的课程 有教过的一些选单的内容 但是呢 里面又有很多 这个其他选单 没有办法提供的一些功能在里面 好 所以这个选单要怎么样去做到 那我这边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了 这个是其他的选单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当然他的做法呢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有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用图文的方式去解决 可以直接我们的这个用滑鼠 然后去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请先各位呢 帮我把我给各位的档案呢 在26行呢 请换上自己的token 然后28行呢 换上各位自己的secret 然后30行呢 换上你的ID 好 这三个换好以后呢 先按一下存档 不过存档完 不要急着就直接丢上去Github 因为呢 我们下面还没有做设定 好 那我们待会呢 这个选单所有的内容呢 我们呢 是要把它打包成一个Json的这个格式 然后呢 直接贴在59行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要怎么样创造出这个Json的格式呢 好 这个Json的格式呢 我们绝对不可能用手打的 好 要不然的话呢 会非常的痛苦 那我这上面在56行 我有给各位一个网址 大家请帮我复制这个网址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在浏览器做贴上 好 大家呢 先切到这个网址的部分 好 那因为我之前有登录过 所以我进去以后呢 就直接切到这个画面 那如果呢 你还没有登录的话呢 就去请登录一下 那登录一下呢 也可以到我这样子的画面 好 那到这样子的画面以后呢 来这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客制化选单的内容了 好 那我们呢 可以直接用旁边点选的方式 然后进行编辑 好 那当然这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个画面呢 在右上角的地方 这边有几个按钮 那第二个按钮 Showcast 这个按钮大家可以点一下 那里面呢就有很多个 你可能会想要的样板 好 那像是这个呢 这个呢 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看的 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图片式的 好 然后呢 下面可以显示一些文字 还有icon 好 然后呢 我自己呢 我们这次的范例 使用的呢 是menu的这一个 好 所以那我就以这个来做范例 好 然后呢 大家了解了这个原理 好 那其他的大家也都可以自行编辑了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点选一下menu 然后按一下create 好 那按下去以后可以看到 这个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表单的样子了 好 那在中间这一段呢 我们手指指到哪个地方 那他就会做一个反白的动作 我就知道 这一段是关于在这个我们选单上呢 更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边可以看到 好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先改一下这个标题的部分 好 所以我就点一下这个选单 好 那这选单里面就有个text text就是他的这个标题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把这边呢 改成 好 行销 班警大 程式 好 当我修改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边马上就做更变了 好 所以这样子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样去做修改 好 所以我们就依此类推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哦 这一整个box 里面包含的就是他里面的price 那我在我这个画面的部分嘛 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画面 这边呢 我是把它给变成呢 是我的每一堂课程 所以我这边呢 有开起来我自己的这个教学课程的这个画面 好 所以呢 我这边我比较懒惰啦 我是直接用复制 等一下复制里面的内容 好 所以我第一个呢 我想要把这个10.5块的这个文字呢 改成我在课程里面的python基础教学 好 所以我这边就先复制一下这个文字 然后呢 我们寻找一下10.5块呢 我用这个反白的方式去寻找 哦 找到他了 在这里 我点一下呢 这边就看到10.5块 我贴上 基础教学 好 他就变成基础教学了 那他后面有一个这个400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这些产品的这个他的容量之类的 好 那我想要把这边的内容呢 改成 免费 好 这样呢 他就变成免费了 好 那这下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好 大家呢 也可以去摸索看看 好 那当然包含一些颜色啊 之类的 好 这边呢 都是可以做修改的 好 然后呢 这是整个box 整个box就是这一整条 好 那如果有写过这个网站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这一层一层阶层式 他是有个包袱的感觉 所以这个box里面包含了什么 包含第一个是icon 好 所以icon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做更换 那当然我这边没有什么其他的小icon 所以这部分呢 我就照旧 好 那还有包含了这个文字内容以及他后面的这个文字 好 那当然后面这些文字的颜色呢 也都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好 好 那在box里面呢 这里面也有非常多 像是你要改这个背景啊 然后或者呢 是一些 这个是框线的颜色 好 这些呢 都是可以去做编辑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改好 第二个这个15块的部分 我想要把它呢 给换成第二个课程 就是聊天机器人 好 所以我这边就贴上 然后后面呢 这里我一样选择 免费 好 这样子他也就变成免费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还有两组课程 好 但是这两组课程呢 哎 他这里只有两个选项 然后两个选项没了怎么办呢 好 那很简单 好我们可以用复制的方式 好 好不过我在修改之前啊 我想要先改一下这个文的这个这个按钮 那原因很简单 好因为呢 如果我现在呢 好我直接创造出新的一行一行 我这样子一直打下来 这个按钮等一下会跑到下面去 我就看不到他变成什么样子 好因为他这个下面没有 他这边没有拉链给我拉 好所以我想先改一下按钮 好 那按钮的部分呢 在最后的这个地方 好我们指一下也可以看到他有反白的动作 好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点一下 好 然后按钮的部分呢 我们寻找一下他这边呢 这英文 这段英文 我们不知道他的文字在哪 没有关系 我们就往下滚 做一个寻找的动作 哎就找到了 如果你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会更改到他的话 没有关系 就改改看 改改看了 哎 你看到有变化 你就知道哦 这个地方做修改 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呢 就算你对英文不太了解 好你也可以直接修改 没有关系 反正多改又不会爆炸 所以没有关系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改成 马上 我忘了我自己之前打什么 马上观看 好 那我这边呢 也是打马上观看 好 那这边的URL呢 他这是可以做按钮的功能嘛 所以这个URL呢 我就把它给换成呢 是在这个网页的内容 好 那就在这里呢 做一个贴上的动作 好 那这样子呢 就修改完成了 好 那我们回来 好 刚刚呢 我已经列了两个课程了 我想要再将呢 我这个网站教学里面 还有另外两组课程呢 也都加进去 好 所以这两组课程要怎么加呢 好 首先呢 我们先选择其中一组 好 记得 哎 注意一下我选的地方 我选的地方呢 是这个box 好 我并不是单选它的icon 或单选它的text的内容 我选的是整个box 因为我想要复制它整个box 圆风不动的复制 好 所以呢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复制的这个按钮 好 按一下复制 好 这样就copy了 好 好 那复制完了以后 贴上要贴在哪里呢 好 他们的上层 是这个box 好 这个box才是掌管呢 它下面要有几个这个小的box 好 所以呢 我要贴在这个box里面 所以我点一下这个box 这边的贴上的按钮就扶起来了 好 按一下 哎 就多了一个新的 好 这个就是免费基础教学嘛 好 那我有两堂课程要贴上去 所以呢 我按两次 好 所以这边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就多了两个了 好 所以我这边呢 再做一个修改 我这边也用复制的方式 好 我将我的telegram的聊天机器人的课程也贴上去 好 免费的部分呢 它也是同样复制 所以不用改了 好 然后呢 使用工具的部分我也做一个复制 好 到这个地方也做修改 好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这个用我们这种可视觉化的方式去做调整的 哎 这样子大家是不是感觉还挺方便的 好 就不用写程式啊 非常的恶心 非常的复杂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 那最后呢 它下面还有一小条 好 这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好 我们就把它给改成了 我又忘了我之前打的是什么 我打的是Python使用跟工具 三个这个tag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把它改成用锦号 好 Python使用 然后跟工具 好 这样子的修改也让它完成了 好 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小的我们的按钮不见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先改按钮的原因 因为现在按钮消失了 好 所以这块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最后一块呢就是我们图片的部分了 好 那这边图片呢大家也就是可以贴上自己的网址 我们网上找 哎 找到图片的地方 好 那图片的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来贴上我们的网址 那这里呢我就选择呢我们之前的这个行销搬进大城市的logo 我拿这个图片呢来作为我这个这次选单的图片 好 所以我这边做一个复制 好 那回到呢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然后将这个网址的地方做一个修改 好 那修改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哎 的确被我们做一个改变了 好 那在这个接下来下面 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注解嘛 好 那这一块呢我们来寻找一下 好 他在这个地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哦 我想要把它改成了我这些课程的一个tag 好 所以呢 我讲他可以改成 Python 好 然后呢 行销 还有工具 好 这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修改完成了 好 那完成以后呢 大家请记得一个地方呢 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 有一些 呃功能的部分呢 大家要做删除 像是这个地方 好 这个呢 我指一下 他反白的部分其实非常小 在这里非常小 好 大家小注意一下 好 有没有发现有一小杠的这个反白 好 这个呢 这里面有写到一个警告 好 这个呢 是Lite的警告 好 Lite就说呢 这个的功能呢 之后呢 也不会再支援了 好 所以建议将它删除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那这边也建议大家把它删除 那这边我们原本也没有打任何东西嘛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 那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其实呢 这个LiteBot是不允许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呢 里面是空的 好 那 待会会出错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呢 要帮我删掉 那大家点选一下它 然后按一下红色的叉叉 好 没有点到 好 这样子呢 就被删掉了 好 那删掉的结果呢 会长这个样子 好 那记得哦 那个一定要删掉 没有删掉的话会出错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我们的 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选单画面了 那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就是 好 那这个选单画面要怎么样呢 把它放进程式码里面 不可能把整张图截图贴上去嘛 好 那要怎么做呢 那请大家呢帮我点选呢 右上方这边一个view as json 好 那这个呢 大家请帮我点一下 这里面的所有json的内容呢 就是呢 我们刚刚做那些更改啊 整个选单呢 的一些格式还有条件 全部都在里面 好 那大家呢 就只需要点选里面 随便点一下 然后呢 按下Ctrl加上A 这就是全选的意思 或者呢 是直接点右键 然后呢 按下选取全部 好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复制 或者是直接点Ctrl C 好 然后到程式码的地方贴上 那要怎么贴呢 好 这边呢 大家请注意 好 贴上的地方 请贴在我highlight起来的这一段 好 不要把前面这个变数也一起盖掉 好 这变数等于后面的这个大括号开始盖掉 好 那这边呢 我就是选择这一段 然后呢 按下Ctrl V 或者呢 是直接点选这个贴上 好 这样子贴上就贴上完毕了 好 那贴上完毕以后呢 这个如果大家要做缩排的话 再去做缩排 好 那我这边呢 提醒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这个程式码呢 你如果急着上传上去 还是会出错 为什么呢 因为有没有注意到193行这里 好 这边有一个true 他在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这是Json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送去这个网路上的时候 其实那些路由器啊 什么之类的 那些网路设备 他们看得懂 但是呢 贴到Python以后 你进了哪一个国家 就是要遵从那个国家的法律嘛 好 那你贴到Python的这个编辑器里面以后呢 这个格式呢 就叫做Dictionary 那里面的这些true or false呢 他的true呢 要大写 所以这地方呢 请大家帮我把T改成大写 那如果有false也是一样 F要改成大写 所以大家要稍微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true or false这一块呢 有没有遵从Python的格式 好 这样子也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按下存档的动作 好 存完档以后呢 我们到这个GitHub的地方 我们可以将刚刚编辑完的这个档案 做上传了 好 那我们就将刚刚编辑完的档案 三个我们一起做更新 虽然说另外两个档案我们都没有编辑到啦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好习惯 好 这边呢他帮我们更新完了 那我们就在这个网页的地方呢 做一个这个上传的动作 做一个部署的动作 好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等待一下 这个上传的结果 好 好 那 在这个结束 在他这个跑的途中啦 好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好 那我这边用Showcast来给大家看 好 如果呢你今天想要多个选单 好 然后来展示一下你的产品之类的 好 那你可以选择使用这种方式 好 那如果呢你今天呢 想要用这个大图啊 但是大图想要一些别的功能 好 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好 那这边呢他下面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按钮 因为我们在前面课程介绍的那个大图啊 其实他就只有一个按钮而已 所以其实非常的比较难控制啦 或者是你想要可变性的话就比较少一点 好 那如果呢有一些像是我自己会蛮喜欢这个的 好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一些主图的功能 里面你就可以放不同的图 好 这个主图的功能呢 这个看起来是会让这个使用者是比较好欣赏的 而且如果你的产品呢是有一些比较是视觉化性的东西 那用这个讯息的话会很方便 好 好那我们呢先回到这个我网页的这个手机的地方 好他这边已经好了 好那我这边呢一样就直接告诉他告诉我秘密 好他就会将呢这张图呢秀出来 好那如果我点选一下马上观看 好 好那他就会到呢我刚刚所设定的就是我的这个免费教学影片的这个网址去了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客制化选单的内容 那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 好那客制化选单的优点其实很明显啦 就是呢我们可以调出我们自己想要的那这个使用者看到也会非常的舒服 好当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呢我这一个选单他吃了我将近一百行 好所以呢我这个程式嘛如果我今天有三四个选单 好那我这个程式嘛应该是漏漏等会非常的长 好那我们这档课程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